電影冰毒代表臺灣角逐奧斯卡外語片 最近來自緬甸的導演赵德映 他就把拍冰毒的歷程 寫成了一本書 他當初拍冰毒的時候 非常客難 而且因為是偷拍 根本沒有緬甸政府的拍攝許可 他偷偷地拍了 膽戰心驚的十個工作天 完成這部作品 電影描寫 邊境男女渴望脫貧致富 鋌而走險 如同電影中的主角 趙德映小時候也很貧窮 電影中孕毒的情形 都是他的親友的真實生活 趙德映說 初出是想告訴觀眾 更多你在電影中看不到 也難以想像的世界 透過導演趙德映的鏡頭 緬甸在臺灣人眼中 不再只是經濟開放的 新興工業化市場 雖然透過一部部作品 驚艷國際影壇 不過趙導想告訴我們的故事 還沒完 不管是哪一個導演 他鍾情一生 拍的電影 藝術創作工作 在反映他自己關心的東西 他的愛恨情仇 他的文化 他的價值觀 電影冰毒代表臺灣參加 奧斯卡外語片 趙德映在新書揭露 十天的拍攝工作 也記錄自己對臺灣 緬甸 中國 三地的內心糾葛 冰毒只是一個故事 但是這個書可能是100個故事 可能是除了故事之外 更多的情感 更多更複雜的 這種關於人 關於華人 關於緬甸 關於政治 關於社會 關於臺灣 書我覺得更能表達 文字可能更能 怯怯地表達 拍片時 因為緬甸法令 攝影器才必須從雲南入境 走過顛頗的顛緬公路 意外喚起他小時候 聽爺爺講的悲慘故事 就是我從那邊整個路這樣走下來 就是其實蠻悲哀的 就是蠻 就是有一種淒涼的感覺 就很像 比如說整個華人的這種大離散 我們從中國來到緬甸 現在在緬甸 我又來到臺灣 像我們家的家人 現在是 每個人都在不一樣的地方 返鄉拍片 加上特殊的族群背景 讓他對異鄉人的身份 感觸無限 某個程度上 就是回去其實很矛盾 就是回到緬甸 不管從事哪一行 就是都忘不了在臺灣這種生活 就在情感上跟習慣 想法 談吐 所有的東西 其實就已經是臺灣化 臺灣人了 所以回去就有一些格格不入 趙德映在臺灣 以拍電影發展出自己的活路 而跟他從小一起長大 同是異鄉人的御用男主角 王興宏 也在拍片中摸索出自己的定位 在電影中茁壯的兩人把緬甸的社會問題帶向世界 這次用書寫重新檢視自己的電影 他就是拍完電影之後 站在更客觀更遠的距離來看待 我們這些年輕人拍電影這回事到底在幹嘛 趙德映說他將繼續到各地 記錄底層華人社會最真實的生活樣貌 那一拍片都會看待 一下 一個人的機場 而且跟他一起拍照